接下来将要为您介绍的演示 来自波士顿中国音乐家协会的演员 音协成立于2012年12月 他们不光传播中国音乐艺术 契乐演奏 声乐演唱 乐曲创作 还研究音乐理论 作为一个非凝利性文化组织 现在已经拥有会员一百多人 音协在大波士顿地区 不但组织音乐文化活动 同时也接触着培养青少年和成人音乐爱好者的任务 他们在弘扬中华民族音乐艺术之余 还为促进和推广中国优秀音乐作品 广开渠道 音协自成立以来 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场音乐会和综合文艺演出 继大破成功的央江国风系列 《红楼梦》组曲音乐会 刘三姐组曲音乐会之后 目前正在锦罗密鼓的排演第三部曲 阿世玛组曲音乐会 让我们共同期待 他们今年四月的精彩演出 接下来请欣赏 音协中西乐队为您带来的第一首乐曲 契乐合奏 《猪八戒飞洗衣服》 这首乐曲一定会给您带来风趣幽默 欢乐喜庆的感觉 请欣赏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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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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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